Hello,大家好,我是雞蛋蒸肉餅的結他手Sony 本堂是第二集 主要是想說如何發揮自己個人的特色 以及關於創作的一些靈感和過程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在音樂上的事情可以天脈行空 你喜歡怎樣玩都可以,其實是沒有錯與對 但在技術上,有些小技巧 可以豐富你自己的音樂上的勢力位 例如你有一個蘋果 但你只有一隻手 你拿著它就這樣吃 但如果你有一把刀的話 你可以把蘋果切開一塊皮 或是你喜歡可以丟一些不同的東西在蘋果上面 如果你有利器 你就可以把蘋果本身就這樣咬下去 你可以變成另一個,它不是吃的 它就變成一個藝術品 或是你有一部炸汁機的,它變成Liquid 所以這就是你怎樣可以有多些不同的想法 去令到你自己的音樂上有多你自己的風格 平時我拿起一支吉他 怎樣可以想一些Riff出來 這個時候就變成了發揮你的創意 第二就是你知道吉他怎樣玩都可以 你可以拿一條線或兩條線去做一個Explorer 例如是這樣 或是你自己本身不太熟悉的 不知道這些是甚麼音 或是完全不知道音樂 都不要緊 你可以試一下拿一條線或兩條線 放手指進去 亂彈一些東西,試一下是甚麼效果 例如我現在試一下這個,不知道是甚麼 試一下,我也不知道 看看是有甚麼效果 即是可以簡單的小動動 已經可以將你這個變成一個Riff 或者可能你將它的Rhythm改變 或者是 我主要都是動一隻手指 就是加一隻手指尾下去 你可以在Rhythm裡面 改變它的旋律 好,除了Rhythm可以改變你的旋律之外 拿一些Chord,然後動一下其他手指 這樣就會有一個旋律在裡面 是甚麼呢,先示範一下 例如我現在拿一個Bm9的曲 你可以嘗試一下有沒有其他的手指可以轉了音 這兩個音可以在旋律上 你會聽到 這個就變成一個Line C最高音的音 你看到我的Fangirling 其實它有一個Pose在裡面 在旋律上 它會有一個Pose在旋律上 它會有一個Pose在旋律上 在旋律上 它會有一個Pose在旋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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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旋律上,我們可能數四拍 譬如我們彈一個Amaj7的 其實你可以在旋律上 其實你可以在旋律上 1 2 3 4 1 2 3 4 因為已經沒有之前很穩定的Groove 這時候就要考考你平時的節奏 可以多多一粒音 一開始你彈這些比較五拍或七拍或九拍的音 你可以嘗試敷、填滿五粒音 裡面的節奏感覺會比較強 你會比較穩定 例如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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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開始習慣這個狀態 你可以減少少裡面的音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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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試試試 怎樣可以用多些不同的曲 或者是 去跟你自己的鼓手 或者Bass手溝通 你這裡真的會想 有一個變節奏的效果 我對Bang有一首歌叫 《Loving Mothers》 這首歌我是先發版的 我作了吉他 然後鼓和Bass配合節奏 它的語名叫5557 因為它的拍子是 5個16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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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16分音符 我示範一下5、5、5、7是怎樣構造的 就是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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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這個就是我這首歌最core的一個節奏 如果你會想它去到fill in 位 變成是八拍的 其實你可以找回 就會在附近的音 找一些note choices 是fill in 那件事 你可以不一定是八拍 四拍 你可以是多少都可以 只要你是夠齊數 你就可以配合歌曲的節奏 我示範一下 如果我加上Effect 有一個Delay的效果 你會聽到它彈出來的聲音 就會令節奏更豐厚 先示範一下 平日我這隊樂隊寫的歌曲 除了finger ring之外 我都會把一些tapping的idea 放在歌上 例如好像我2 3 5 9 上一首歌的其中一首歌 Wild You Look Back 一開始的intro裡面 其實是一個finger ring 然後我就會有些tapping 在一些高音上 令到它有一個很有趣的聲音 我現在先示範一下 平日我自己很喜歡 one man band 用一個looper 去做一段riff出來 然後可以on top 放很多不同的東西 令到它好像一首歌 我現在可以示範一下 究竟我平時可以一步一步的 去looper到一個 好像一首歌 整體上的一個riff出來 一開始我就會簡單想 可能只是一個比較looper性的 groove 例如可能只是彈一兩條線 或者轉一兩條手指 它會run那件事 這就是我的looper最底的riff 我現在可以示範一下 這兩個chord的一角度 好 好了 這個chord一直looper下去 我就會在想 究竟什麼bass note 會適合這個riff呢 我剛才錄了兩個looper 我喜歡放兩個chord 或者四個chord 就可以 其實是天脈行空的 我通常錄bass的時候 我會模仿低音 我會把tone扭小 然後 可能會把pick up 看情況 扭大volume 然後 你就會感覺到它有點像bass的音 你覺得它不夠強 我就會再扭大一點的volume 我現在錄bass的第二層詞 手放在這裡 我會按摩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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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會維持著 很像是 那是另一層詞 那這個我照片 這 我呢 按摩 像剛才的Bass的效果 然後繼續回到剛才的Volume 現在靜靜地聽 你感覺到它不夠Bass 怎樣可以令到它比較Bass 我會關掉Drive 然後Volume也會再扭大一點 關掉Drive之後 你會感覺到它比較鮑 或者你可以拍一下Pick Up 看看誰是你最喜歡的狀態 或者你不喜歡那麼重的 或者這些聲音都無所謂 只要你自己有一個Groove在裡面 就可以了 我大概覺得這個聲音都不錯 我就可以錄到第三層次 現在我們將第三層次的鼓 準備錄到這個Groove 再次錄到啦 現在去到第四節 在這段節奏中,我會再加一層 那層可能是一層曲折或Rhythm 這時候我會開啟一個比較大的Revert 然後會下延遲和Modulation 聲音效果會比較迷幻 剛才把Volume扭大了,現在要相對地扭細 錄在Loop上,才不會太爆 剛才的鼓才會出現 現在繼續示範一下第四個層次 現在準備錄第四層次的Code 好,大家看到底部已經敷了很多了 現在的底部已經差不多成形了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可能有一些Lines在上面 飄飄浮過 我就會加一些這類型的東西在裡面 浮一下浮一下 有些動作在裡面 好,來了 然後可以一直在上面 加一些你想要的聲音 我繼續加一些不同的動作 好,來了 幫忙一起加一些 在裡面 這塊錢 我們剛才三千塊 八千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